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26 第26道答案 你们咨询某某人 和某某法王 某某尊者 某某法师 建立的内密谈查是真的吗 首先我们不会如你们的心愿 请我们公开列出他们的法号 提这个问题已经属于无知 说明你们没有看公告 你们提到的这些人 他们连金扣一段的圣德都不是 还处在兰扣 最多称高僧大德 不是大圣菩萨 完全不具见内密谈查的道行 也对弟子做不了真正的内密灌底 明确告诉你们 在十万个活佛 一千个高僧大德 一百个圣德中 也许还找不到一个具有建立真正法规 内密谈查的大圣德 要不是这样的话 就不会美国 中国 印度等 现在都还找不到内密谈查 你们提到的这些丧尸 虽然名望不小 凭他们的道行 要建内密谈查 或为弟子做真正的内密灌顶 还太遥远了 因为他们请佛菩萨降谈是很困难的 而且他们有的对闲密灌顶 也许还不一定弄得圆满呢 你们还听不懂我们跟你们讲的 这样跟你们说吧 你们从千年难见的真佛法现前的录像带中 你们提到的其中有些人物就在现场 见到莫知尊者多么厉害了得 他们被莫知尊者的道力功夫 拜证出向 甚至你们提到的其中有一个 观尊者活佛名头的 实则是凡夫 吓得躲在场外 连场都不敢进 就是这么了得的莫知尊者 还建立不了内密坛场呢 还得借内坛才能做内密灌顶 你们提到的那些知名人物 比起莫知尊者算个什么呢 远的嘞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13日 发现问 这些认定的身份 带大圣德 祝出 越来 少年来 另一边 具上